本视频由生卖一般制作播出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堂 一较被试试 刚刚大学毕业 以前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爱领多年的男时叶琛 当众向我表白 没多久 就向我求婚 善儿 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 才刚刚是我贺梦的开始 我不同意 醒魂之夜 你居然要我和不认识的人通房 这 太荒唐了 你不同意的话 我就会死 我不相信会有人 因为所谓的习俗 无缘无故死去 可是我太爱夜城了 不敢拿她的命去毒 最终 还是选择了妥协 谁 这么多人 所以他们 就这么贵一晚上 他们在念什么 天下好无事 主胎暗截 召唤天女 算了 你 不管了 睡觉 我 就这么贵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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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不了了 这个人 究竟是谁 怎么办 我好像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不要 不要 天女 昨天晚上 是梦吗 我 不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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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死 死了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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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晨 你在哪儿啊 宝贝 你真美 真想死在你身上 嗯 阿琛 快一点啊 宝贝 嗯 快一点啊 阿琛 我们这么对湿湿 老师 会不会有点残忍啊 再怎么说 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啊 宝贝 这也怪不得我们 怪就怪他是个倒霉的纯阳命 哼 反正被实施的蠢货 已经被我献给那位大人了 用他的命换咱们全村人的命 小若昕 抬举他了 叶晨 你们居然 哼 哼 等等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纯阳命 全村 难道昨天晚上的一切 也是他们设计的 尹晨 原来你对我的好 都是一成阴谋 阿琛 你真坏 就知道缠着人家 也不让人家欣赏 诗诗巴妈被浸珠笼 哼 不要 不要 爸妈 你们千万不能有事啊 哼 哼 沐晨 他怎么还在 婚礼结束后 不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回去了吗 沐晨海 你有没有看到我爸妈 我爸妈现在怎么样了 为神出世 天降红雨 主胎暗结 召唤天女 为神出世 天降红雨 主胎暗结 召唤天女 为神出世 天降红雨 主胎暗结 召唤天女 沐晨海 你怎么了 鬼神出世 天降红雨 主胎暗结 召唤天女 下雨 这是血 不对 这不是血 这是 红雨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非至安 不要怪我心狠 这就是你的命 畜生 你们这简直就是 畜生 畜生 你那女儿 可挡着你们啊 你们把湿湿怎么样了 你们不得好死 你们不得好死 动手 你们不得好死 住手 你们放开我妈妈 被湿湿 你 你竟然还活着 湿湿啊 快走啊 湿湿 你快走 快走 女儿 别管我们 还愣着干嘛 快扔下去 不要 畜生 你的爸爸好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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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美的一张脸哪 若不是要献给那位大人 我一定好好疼啊 却死 把这个剑人扔到河里 敬那位大人 你们等着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就这么结束了吗 诗诗啊 诗诗 谁 谁在叫我 我不是做梦吧 河底居然有人 他们怎么那么像 好像 那是 那是 爸爸 妈妈 爸 妈 你们还活着 诗诗 我和你爸来接你了 爸妈 你们 你们为什么 为什么 诗诗 乖女儿 没有脚 难道 他们都已经死了 诗诗 乖女儿 诗诗 我们回家 一个人 孤零零的活着 也没有什么意思 爸爸 妈妈 到了 这是什么地方 啊 大人 我们把妇人带过来了 那位大人 你们不是我爸妈 你们究竟是谁 你们究竟是谁 夫人 夫人 不要生气嘛 身体动不了了 如果不是我让他们伪装 你又怎么会乖乖的来到我们的家呢 啊 好恶心 谁来救救我 好恶心 别怕 放开我 待会儿 待会儿你就知道 什么叫快活了 这又是个什么疆祸 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啊 不过 这家伙整得 可真帅啊 除了手和舌头 你还用什么地方碰过她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求你早饿我吧 以后 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难道这家伙 是来救我的 碰了我的女人 只有一个下场 杀不胜 灰 灰飞烟灭了 她的女人 什么意思 看她的样子 绝非善雷 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 身体好像能动了 不管她想什么 我先逃命要紧 娘子 你这么着急 是要去哪儿 娘子 谁是你娘子 你别过来 娘子 在为夫面前 你不用遮挡 你身上 有什么地方 是为夫没有看过 没有摸过的 他什么意思 娘子 为夫 娘子 你摸上去 还真是让人 唯唯无穷 滚开 我不是你娘子 你怎么就不是我娘子了 我们连洞房都入了 昨天晚上 是你 你终于想起来了 明天晚上我带你去登记 我还等着你 给我生个孩子呢 你休想 你没有选择 这是 这是 我家 我到底遇见了什么 鬼移的世界 喂 试试啊 妈妈 是你吗 你现在怎么样了 萌萌 你们现在在哪 哦 我们俩被冲到了 河流的下游 被好心的游客给救了 试试啊 你别担心我们 啊 没事就好 有人吗 快递 贝小姐是吗 这是你的花 请你先收一下 谁会送这么奇怪的花 娘子 明晚十一点 不见不散 我不能会在那只男鬼的手中 要摆脱她 首先不能坏她的鬼娃娃 欢迎光临 小姑娘 你需要什么药啊 呃 呃 这个 我买 我 我买 小姑娘 你想买病云药对不对 呃 对 你拿这一款吧 只要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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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暗节 照顾天女 风神出师 远桥无语 出台暗节 照顾天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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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情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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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他来了 谁想要我的孩子死 啊 没人了 只有生命 我就要谁死 王姐 你怎么了 哎 王姐 快来人 你最好乖乖听话 王姐 不然 他们一个个都要因你而死 啊 啊 我 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人阻止他 师父 有位小姐求见 哎 请进来吧 哎 你果真来了 小时候大师曾算出我是纯阳命 现在我被恶鬼纠缠 求大师救我 我 贝小姐 啊 万般皆是命 半点 不由人哪 这一切 都是命中注定 啊 什么叫做这是我的命 就算是命中注定 他又凭什么杀死那些无辜的生命 啊 贝小姐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贝小姐 与其苦苦挣扎 不如从容皆受啊 哼 从容皆受 是让我心安理得的 看着无辜的人一个个死去吗 这个世上 没有人能够忤逆他 他是 知道无伤的王 啊 啊 大师 够了 你给我出来 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 你凭什么害死这么多的无辜之人 啊 啊 好疼啊 什么东西啊 灵片 啊 有点诡异啊 还是快点离开好了 啊 诗诗 你怎么回来了 嗯 现在你不是应该 在多蜜月吗 小燃 我和叶琛之间 完了 啊 发生什么事了 事情就是这样 小燃 我想去外地躲几天 你也离我远一点吧 要是你也出事 我 诗诗 作为朋友 我不可能在这种时候离开你 你也绝对不能跟他结婚 那么他 如果不怕死 就让他尽管来好了 啊 朱砂 和针 确定这些就可以吗 我朋友出的招 肯定没错的 他在这方面很厉害的 前两年 我们村里闹灵异事件 死了不少人 后来他出面才摆平了 我们照他说的做就是了 好吧 我去拿碗 先用针粘朱砂 放在碗里 摆在床头 粘过朱砂的针扎到他 就能让他消失 怎么了小燃 小燃 你没伤到吧 怎么哭了 受伤了吗 我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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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些什么 不会死 你不会死的 我死的好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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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死的好惨啊 你 我一个人在地上 这个声音 我 你是幼天的王姐 你们都来陪我 好不好 过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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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姐 我连累了你是我的错 请你别伤害小燃 过来呀 你应该去转世投胎 而不是害人性命 害人性命 那我的性命呢 凭什么我死了 你们还活着 你们都带死 去死吧 去死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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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了 真的有用 啊 小燃 醒醒啊 醒醒啊小燃 小燃 你不要死 小燃 你不要死 小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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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咒我啊 啊 我这种美少女 嗯 怎么会轻易死掉 小燃 吓死我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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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是刚刚那个女鬼的口水 给我滚去洗澡 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有 不能大意 先回房间比较安全 真和朱砂段小然说的都摆好了 枕头底下也藏了针 希望今天能睡个好觉 睡觉 这是在哪儿 这个地方好奇怪啊 救救我 谁 请救救我 那个灵片 是我扔掉的那个 好疼 救救我 那是什么 救救我 救命啊 放开我 你这个畜生 求救了你 救救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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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怎么就 不好 跑啊 快跑啊 为什么躲不了 我回来了 不要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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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梦 万兴 哎 窗户一直都没关 哇 今晚的夜空好美啊 是啊 这么好的夜色 娘子怎舍得独自欣赏 回复头来陪你 放开我 娘子 放开你 我们怎么生孩子 变态 你死了这条心吧 轩 得赶紧拿到手 娘子 你就这么着急吗 那好 为父就成全你 变态 你快点放开我 娘子 你喊得不对 为父 不是变态 为父名唤 宣援墨 我 管你是什么 牧 你 去死吧 你 娘子 你 你就这么盼着 为父死吗 他居然敢斩 他居然敢斩朱纱 这点小伎俩对我没用的 别动 你要干吗 这样就更像了 是我的错觉吗 竟觉得他眼神好温柔啊 他的唇 好冰啊 闻冰冰的 像蛇一样 这么危险的他 我该逃开的 可是为什么这吻 让人忍不住 小神仙气中 娘 疼 好疼好疼 娘子 这是对你 不乖的惩罚 下次你若是再敢不乖 那可就不是咬你一口 这么简单了 你不是鬼 你是蛇怪 对不对 蛇怪 那种恶心的生物 也配与我相提并论 为父生下来就与天同兽 不是蛇 也不是鬼 你究竟是谁 天快亮了 娘子 今天你先好好歇息一晚 明天晚上 我再来接你 真的走了 小燃呢 出去了 小燃 小燃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辆车出意外了 我觉得有些古怪 就来看看 刚刚已经打过电话 叫我那位朋友过来帮忙 好奇怪 好奇怪 为什么感觉 如此熟悉 那是 梦中的那个女人 昨晚的那场梦 果然是真的 都是因为你 你 你为什么不 救我 小燃 快打120 诗诗 别过去 糟糕 糟糕 小心 好险啊 本该是你 是你 记住 是我踢了你 主人不会放过你的 我在地下等着你 他什么意思 喂 怎么了 你去哪儿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等我和你一起 不用 你回去等我 那你 要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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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悦 好久不见 想不到你投胎转世之后 这张礼 还是这么让人讨厌 滚开 爪子还是这么立 不过你放心 等我要了你之后 就砍断你的这双利爪 龙兮月 我最瞧不上的女人就是你 要么是因为你的纯阳之体 别说碰你 就算是看你一眼 我都觉得恶心 等我要了你 就会彻底毁了你的身体 保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是谁 你怎么样 我 我没事 没事 没事就躲远点 奇迹如律令 切符咒 龙兮月 今天算你命大 早晚有天 我会取你性命 你就是被施施 你是 我是龙雪飞 小燃的朋友 走吧 那个男人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随便坐 你随便坐 我去给你倒水 不用了 先办正事 嗯 这是干嘛呢 看方位 就是这了 这是啥 臭烘烘的 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 啊 哇哦 浮起来了 以血为继 震灵十方 去 搞定了 看起来好厉害 嘿 不然我颁你为师吧 就不用害怕那些恶鬼了 生气了 我开玩笑的 好奇怪 为什么感觉 如此熟悉 别乱动 好 龙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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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龙雪飞 娘子 你以为找来个小师太做法 就能摆脱为夫 嗯 坚持就是做梦 时间到了 娘子 跟我走吧 我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 娘子 你当然可以选择 不和为夫结婚 反正 你又不在乎你朋友的死活 嗯 你休想 今天除非我死 不然你休想伤害雪飞 嗯 我指的也不是她 小人 小人 小人怎么了 你放心她没事 我不过请她去做客 而已 她有一个感情还不错的男友 啊 阿宁 我只是用她男友的命 和她做个交易 轩元末 你真卑鄙 那就带你去看看 我是如何卑鄙的 放我下来 北深深 啊 我要冷静 龙雪飞 哇 一时开始模糊了 这是什么地方 夜店 轩元末怎么会带我到这儿来 那人呢 哎 嗯 月嫩我那个变态 给我换了什么乱七八糟衣服 在那儿傻站着做什么 嗯 嗯 等我进来 薛 薛元末 到底带我去哪儿 马上就到 到了 到了 小人 薛元 小人 开门 不要 你们这些混蛋 有种冲我来 放开小人 娘子 没用的 我的法术不解除 谁也救不了她 你 你 你 娘子 我在等你求我 我求你放过小人 娘子 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这个 可恶 可恶 小人 小人 不要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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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姐 负大 下 你 来 您 才能 麻烦 最坑 你看我 你 舒坂 一身 娘子 我们走吧 那一刻 整个世界好像轻刻坚崩塌 我的身体 不停地下沉 有一种多罗际遇无间的感觉 这个地方 好可怕 娘子 有为父在 你不用害怕 最怕的就是你好吗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就是这儿的 我们结缘的地方 娘子 请你准备好 成为我名正言顺的妻子 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怎么可能 哼 我都和这么诡异的你结了婚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还有什么招数想使在我身上 就请放马过来 大不了把这条命给你 我要你性命何用 娘子可先去更衣 为父要离开一下 之后 红秀会带你去洞房 主上请更衣 今夜毕竟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娘子 又一次穿上这仙红夺目的礼服 多可悲啊 我的嫁衣似乎注定与幸福无关 我的娘子真是个美人 看来娘子很喜欢我这个样子吗 不不不不 你把衣服穿上 穿上了还怎么洞房 娘子 承托了这么久 这场噩梦 seems to like 逃不过的宿命 那就这样吧 娘子 我就这么让你难以接受吗 没关系 如果你不想 那就不要 昨天宣元莫说完那句话 居然就真的走了 他到底搞什么鬼 良心发现 还是另有图谋 这个鬼地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出去 嗯 不管了 先到处走走 说不定还能找到出路呢 这小路还蛮有趣嘛 嗯 嗯 被小姐好兴致 贝小姐好兴致 红袖 你是在等我 路过而已 那 借过 你去死 没想到伸手还挺敏捷 可惜啊 至少 毕竟是 小姐好兴致 是轩辕末派你来的 没错 就是尊上的命令 他早就看厌了你这张恶心的脸 你早该醒悟 凭你 也配嫁给君上 居然还敢妄想为他生孩子 你连谎都不会撒呢 轩辕末若要我死 早就可以要了我的命 何必等到现在 让我这么轻易地死在你手上 我与你素不相识 你却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你是爱上轩辕末了吧 果然被我说中了 是又怎样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 不放过我又能怎样 没了我 你就能得到轩辕末 你觉得他会珍爱一个满手鲜血 心肠歹毒的女人 而且你错了 我并不想与你争这个男人 若你想要 这个身份你尽管拿去 我岂能不止 君上心里没有我 所以 我只有 只有杀了荡在我面前的人 你刚刚是打算要杀了谁 君上 娘子 让你受惊了 娘子莫怕 有为父在 娘子 红袖胆大包天 以下犯上 本尊已留不得你 即刻发往轮回到 转世投胎去吧 君上 请你不要看我走 君上 娘子 错了 就等你饶奴家这一次 你饶 娘子不必难过 这是她的结束 娘子 为父不许任何人伤害你 一会冷酷无情 一会温柔如水 还能掌握轮回生死 薛月墨 你究竟是谁 不用这样 快放我下来 别动 刚刚明明扭伤了脚 为什么不说 也不是很痛 我自己可以走 在为父面前也要逞强吗 可恶 心跳好快 娘子 就在这儿暂且休息一下 坐下我先帮你看看脚伤 一会儿我还有事要办 娘子请就在这儿等我 等我回来 送你回家 我可以回家 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有没有 你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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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你在这儿不安全 为父 自会去找你 好的 试试看 哇 真的不痛了 那 要在这儿乖乖等我 你讨厌我 饿死啦 一整天没吃饭了 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出去找点吃的 应该没关系吧 这个地方好大啊 这也不像有厨房的样子啊 疼疼疼 疼疼 这什么坡 这什么地方啊 像在梦境里一样 像在梦境里一样 什么鬼东西啊 头好晕 这是什么 头好疼啊 龙兮月 是谁 你不能这么对我 谁在说话 龙兮月 你这么做 她不会放过你的 龙兮月 她会不会放过我 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情 和你无关 你做梦 你做梦 这个女人是谁 这个女人是谁 眼角 朱砂痣 龙与妃 对 孤杀你 不为男人 不为权势 只为一个公道 你 该死 这是 我 斩 不信 你 你陷害我 那些事情 根本就不是我做的 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暴冷 将是冰封了千年的心 不然裂开了缝 那些刻骨的缝 就缓慢地爬了上来 哟 怎么会有个大活人躺在这儿 吃了它 吃了它 好久 没有看到这么形象的人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不急 让我看看 这 这姑娘 好像还是个纯阳体啊 这 这 可是宝贝呀 听说 只要破了纯阳体 再吞噬掉血肉灵魂 就可以重进天日了 你我 也就不用再受这 游魂之苦 呵呵呵呵 可比进此处不便 万一它叫喊起来 惊动了 呵呵呵呵呵 这还不简单 你忘了 你忘了 我是为何 变成了这副样子的 这东西 真的 这么凉 哦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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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美欢 可不是谁都有了 天地之间 只此一瓶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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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呵 只福下一点儿 就会痒痛难忍 一会儿 不用我们动手 他自己就乖乖求我们了 怎么样 小美人 是不是觉得 糟热难耐呀 你们是谁 我们 是你的夫君 你们 你们别过来 好 不过去 我在等你过来呢 心跳好快啊 这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刚刚那朵花吗 不对 怎么 感觉这么奇怪 不行 撑不住了 好难受 我是不是 被人下药了 不然 为什么会 吓 感觉不好受吧 小娘子 说呀 只要你开口 哥哥马上就来帮你 咪 咪 休想 呦 还挺能扛啊 别怕 哥哥会让你很开心的 滚开 滚开 这一袋 居然还是纯阳体 真是难得 放开 是吗 嘿嘿嘿嘿 这样啊 还要放开吗 怎么办 我的身体 完全不受我控制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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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救我 救命 救救我 我的女人都敢碰 我的女人都敢碰 这是活腻了 娘子 没事吧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是吗 莫 娘子 你 你 怎么这么累 娘子早上好啊 发生了什么 他怎么在这儿 好想打他 变态 面对疾风吧 到底谁变态啊 昨晚上可是娘子把维夫折腾得不轻啊 要对维夫负责 不过 维夫倒是很喜欢娘子昨天的样子 娘子 你去哪儿 别过来 我 我 好像 真的是我主动的 娘子 快换衣服吧 带送你回家了 好 或者 要维夫帮你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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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了 娘子真好看 娘子送你回去以后 自己要保重 一有空为父就去看你 嗯 明明传来的 还是冷冰冰的体温 但是为什么 心里竟有些许暖意 一路小心 似乎 他也没那么讨厌 等我 嗯 哇 终于回来了 诶 诶 刚回来就有人找啊 在家吗 试试 来了 谁啊 诶诶 是我 叶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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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滚 我们之间有误会 诶 诶 诶 我被我爹锁在地窖里 第二天才放出来 我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走了 你以为我是白痴吗 鬼话也要编得像样一点 真的 后来才知道我爹对你做了这么过分的事 相信我 那你和乔若欣干的那点事 也是我的幻觉了 乔若欣 试试 你什么意思 我和乔若欣怎么了 要演戏回家演去 不送 不 试试 你说清楚 你离我远点 我真的不愿意就这样失去你 给我个机会 哦 爷 没事 是 是 那 别 离开我 叶辰 叶辰 叶辰你怎么了 疼 是 好疼啊 是是 求求你 求求叶辰 乔若曦 都是我的错 是我骗了你 叶辰 叶辰 我一直很喜欢叶辰 那天 无意偷听到了叶辰父亲的计划 为了借机理解你们 就埋通了一只神灵假扮叶辰 没想到 那只神灵要叶辰死 他想一辈子顶替叶辰 他在叶辰身上中了骨 再不把骨取出来 叶辰就没命了 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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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才能救叶辰 叶辰 叶辰 就在城外的破庙里 只有纯杨命的人 才能打开那扇门 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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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涂 我该死 可叶辰是无辜的呀 你真的人心看自己爱了四年的男人 就这么死掉吗 好吧 带我去吧 芝芝 快点呀 来了 就是这儿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啊 这不是很容易就推开了吗 因为是你才能推开呀 看 姐要在那儿 快去拿吧 拜托了 这里被你伤了 beneath 不知道 Gamen Khach 进去吧 乔若西你有病吗 蠢货 你往我背上放了什么 乖乖等死吧 开门 乔若西你给我开门 我要是你呀 我就不会大吵大嚷的 安安静静的 说不定还能写封遗书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整整四年 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你真是蠢到家了 难道 你还没有发现 真正的乔若西 早就死了呀 贝诗诗 我也不算亏待你 剩你做主上的羊羊 你该倍感荣幸 悄悄 啊 啊 又见面了 啊 啊 啊 你终究还是要死在我手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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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喜悦 今天死在我手里 是最有应得 你认错了 我不是什么龙喜悦 哼 我等了你几百年 对你的身份 我从不质疑 你究竟在说什么 我真的不认识你 可你无冤无仇 哼 不冤无仇 啊 你的那一剑 毁了我千年的修为 无仇 兽 我一定会杀了你 我今天就是来兑现承诺 杀了你 就算几百年前却有奇事 那也是前世 和我不关啊 当然有关系 等了几百年 才等到的纯阳之体 你欠我千年的修为 就该用这副身体来还 滚开 你这个贱人 既然这么想死 我就成全你 不要 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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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们蛇都喜欢用身体绞死猎物 那今天让你也试试 这被绞死的滋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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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我娘子者 你不是 怎么会 我懂了 嗯 我懂了 原来是这样 哦 哈哈哈哈 jours 唉 我懂了 原来是这样 龙喜悦 你的报应 比我想得很 还看多嘴 龙喜悦 我等着看 我等着 他是什么意思 好些 再晚一点 真的就失去你了 不晚 我送你回家 娘子请稍等 还有两个杂碎 要收拾一下 出来 好 那我就亲自请你们出来 叶辰 果然你和他勾结 一起害我 不 不是我 是那个谁要逼我的 是 你听我解释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们 我们是被那只蛇鬼逼迫的 我们也是受害者呀 求求你放过我们 那你告诉我 你说乔乔已经死了 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谁 这个 你别过来 你要是敢乱来 我就送他下地狱 我就送他下地狱 你 你别乱来啊 下地狱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爱谁谁 我管你是谁 你敢过来 我就撕了他的喉咙 你们这两个小妖 倒是蠢得很清新脱俗 我就说一遍 放了他 放了他 好可怕 他人的戳们 我们快逃吧 怎么逃 我们夹起来也打不过他 别慌 想救他 只有一个办法 你要是不照我说的做 大家就鱼死网破 对 鱼死网破 鱼死网破 用你的命来换他 好 放了他 我自裁于你们面前 轩原木 果然情深义重 好感人 你给我严肃点 注意身份 我们是坏人 可是真的很感人啊 这就是爱情 那你动手啊 敢耍花招 我立刻掐死他 轩原木 不要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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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别怕 莫 不 就这么 死了 放开我 你快去看看 是不是真死了 真没反应了 突然有个坏坏的想法 你要是在玩 信不信我把你的阿姆斯特朗 喷气使阿姆斯特朗朋友 一起钻掉啊 还不快认真确认 是是是 真死了 完全感觉不到她的气息 很好 真死了 怎么可能 我曾经很想要你死 可现在 娘子 雪原宝 你醒醒 你怎么可以 求了我做你的娘子 怎么可以丢下我 死掉 别扔下我 醒醒醒啊 雪原宝 别走啊 我们走吧 雪原宝 走 你可别忘了 那个女人 可是纯阳之体 你不想要 我还想要呢 雪原宝 你醒醒啊 这是 什么东西 不是神仙才有的法系吗 鬼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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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个人没死 老她是 对不起 让娘子担心了 太好了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娘子 鬼妖所 鬼妖必须保证 娘子绝对安全 才能出手 莫 你们两个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 大人饶命 不必让我饶你们 天道轮回 世间自有你们该去的地方 不要 不要 一点痕迹都没了 他们 已经去了地狱吗 娘子不必难过 他们不是你的朋友 是小妖 长久待在阳间 终成祸害 原来娘子如此在意维夫 那些表白的话 维夫都听到了 谢谢你送我回家 何须谢我 身为夫君 这是责任 所以 薛月末 我能知道你究竟是谁吗 刚说了 是你的夫君啊 我问的不是这个 所以娘子这是已经认可了 我的夫君身份了 上当了 上当了 尖诈小人 这叫智慧 薇薇 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呢 你别以为 老人家 您拿好 谢谢会过 那是妖间的王姐 她不是死了吗 妖间的王姐 有妖怪 妖怪 你还能看见妖怪了 那个卖药的女人啊 她本来就没死啊 可我明明就看见她死了 还抢过小人的身体来报复我 那个 那是我在你身上试的幻术 只有你看得到 那买腰那天 别人眼中的我 是什么样的 你啊 大概就是开始磕磕巴巴 说不清药名 我买 我买 人家刚把药给你 你就突然对着她 滋挖乱叫 然后又自言自语着 冲出门的奇怪女人 玄圆木 你要杀了你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大坏蛋 我可要收拾你不可 给我站住 薛元末站住 进来吧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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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吗 放心吧 她没事的 你又把小燕抓走了 怎么可能 那天从青室黄绝出来就没见过她 我只是能感觉得到她没事 哼 想到那天的事就格外生气 哼 嗯 吃饱了 你真的不饿吗 哼 当然饿了 所以 为父在等娘子先吃饱 嗯 你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煮碗面 哼 稍等啊 这个笨蛋 没听懂啊 哼 嗯 哼 帮我瞎了 这样怎么煮面 笨蛋 我想吃的东西 可不在厨房里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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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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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月末 为什么会选择我 明明你想途到怎样的女人 都可以吧 为什么偏偏是我 如果我说是前世注定 娘子可信 我信 嗯 虽然我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近发生的事都太离奇 很多事都出乎预料 也根本由不得我选择 但是很奇怪 我居然 愿意信你 娘子还在因为之前的事生气吗 莫 之前的事何止生气 我是恨你草菅人命 现在 不恨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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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 妖子 我要你 为我生个孩子 莫 我想选择 去爱你 月儿 月儿 我的月儿 月儿 谁啊 你是决定 要忘记我了吗 醒醒 醒醒 干嘛 睡得正香呢 你刚刚在梦里 叫着哪个野男人的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了 东方 你说 谁是东方 你是决定 要忘记我了吗 东方 为父原谅你这一次 但是从今往后 为父不许你再在梦中 喊别的男人的名字 难道你是吃醋了吗 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真是讨厌 你看我的脸 哪点像吃醋的样子了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是得罪了原作者吗 啊 啊 啊 已经天亮了 你要回去了吗 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小燃怎么一夜都没回来 电话也打不通 不会出事吧 小燃 你回来了 你是 小燃喝多了 怎么喝成这样 先送她去休息吧 居然还去喝酒了 是为了庆祝我被抓走吗 大笨蛋 小心点 谢谢你送小燃回来 请问你是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东方硕 东方 对了 走得匆忙 小燃的手机和钱包都还在我家 能不能麻烦你去帮她拿一下 这个 好吧 那我去车上等你 好 小燃 在哪里 都帮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